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7月7日 已經是星期日了 我們看到了 現在中國水深火熱 南方水災 華中 乾旱 連上海也去到40度 除家匯也有39度半 到處也差點熱死人了 北方也一樣 黑龍江也有水災 這個國家到底搞甚麼呢 在北方 乾旱 南方水災的情況之下 中國人民可以說是水深火熱 水深火熱之餘 官方 也不報導這些真相 你在人民日報看不到 你在央視看不到 不知道 洞庭湖水災 太嚴重了 因為缺題 被迫著要報 是不是 其他的東西 大陸是一直不報的 彷彿中國是沒有發生任何事一樣 我們看到有些地方 水災過去之後 那些 縣長 書記 跑來扮東西 被人扔雜物 就說 大水的時候 你們去了哪裏 水退了 才出來抽水 擺泊 扮東西 被人扔走 但是這個情況 就不會發生在我們的偉大的國家領導人身上 因為 最近這10年8年 逢是有災 他都躲到很遠 鄭州大水 他就躲到世界屋脊 西藏 這次 也一樣 更加遠離這個災區 去了中亞 主席去了哪裡呢 就是去了 參加上合 組織的峰會 去了 哈薩克的首都 阿斯塔納 本身哈薩克的首都是阿拉木圖的 後面就搬 千刀 這次 習近平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行程 就是要去到塔吉克的首都道上別 為他們 送給塔吉克的總統 以及議會 全新的 豪華辦公大樓 那個辦公大樓 用灰宏來形容 中國是說 那座辦公大樓是用了2100萬美金 是中國送的 我們看到 中國的水災 斗嶺 中國政府也沒有給出來 河南的 這個罕災有 撥了一筆錢 是每畝地 是兩毫子人民幣 大家沒有聽錯 每畝地 兩毫子人民幣 兩毫子人民幣其實也不夠買水 也不夠買一支農夫山泉倒下去 中國政府就是用這種方法去外護人民的 原因 其實很簡單 因為人民 無論中國政府做甚麼 你們都不會反抗 當你們不會反抗的時候 你們就不是 不需要理你們 結果中國全局都是受災 而且南方水災 比起98年 洪災更加嚴重 國際社會也沒有關注 因為中國也不報 誰知道你 不知道真是假 其實當時 1962年的時候 毛澤東 就說 我們是受到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 蘇修逼債 那麼究竟蘇修逼債呢 就是當時打韓戰 打韓戰叫做抗美援朝 原來援朝是只有你援的 蘇聯把軍火給你 要收錢 原來當時蘇聯是賣軍火給中國 中國要用糧食來收錢 現在很多五毛小粉紅就說 美國人喜歡打仗 因為你要賣軍火嘛 原來當年蘇聯叫你打仗 也是要賣軍火給你 如果不是有蘇修逼債呢 根本就沒有蘇修逼債 因為 的確是 蘇聯 是賣軍火給中國 叫中國去打朝鮮 中國去幫金日成侵略 中國出人 出錢 出力 出賣人命 結果 那些軍火沒有錢 用糧食來找 糧食就是在中國人餓死4000萬的情況之下 拿去還債 實際上 當時蘇聯的總書記克魯曉夫 知道了 因為你知道大量的蘇聯特務在中國也是有情報的 他知道中國餓死很多人 我們 不用你給這些糧食了 你們先留下來 自己吃吧 結果老毛一聽到 跳氣不順 什麼 我們有什麼事 我們一點錢都沒有 我們不僅要還債 我們要加倍 我們要馬上還清 結果把所有的糧食給了蘇聯 中國就餓死幾千萬人了 這幾千萬人 實際上就是拿去還債 拿了幾千萬人命去還債 是不是 所以呢 這個就是中國了 為了面子 是不是 根本人家也沒有逼債 人家也說明了 還會救災 如果你有需要 說明了 克魯曉夫 如果你有需要 我們 反過來可以給糧食 這個就是要援助你們的 結果毛澤東當然是為了民族氣節 我們寧願餓死幾千萬人 也不會要理這些蘇修的東西 當時其實還沒有正式反面 蘇修為甚麼會反面呢 就是他們清算史太林 克魯曉夫上台的時候 清算史太林 老毛就怕起來 到了餓死會不會被人清算呢 所以當時中國就周圍找中國的克魯曉夫在哪裡 結果就在他們的司令部找到了 那個叫劉少奇 這些太長遠了 我們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我們說回現在 這個領導人去了哪裡 在中國水深火熱的情況之下 領導人 就去到塔吉克 就為他們送給 塔吉克總統和他們議會 他們有議會的 他們的民眾可以一人一票選他們的領導人 我們不行的 我們沒有的 他們的議會 辦公大樓比美國的白宮 灰宏 他們是用灰宏來形容 真的是宏偉 他說一生人沒見過那麼漂亮的建築物 多謝這個 富有 一個偉大的中國 送給我們的禮物 中國是十分有錢的 你也那麼有錢 到處去派了 用什麼捐款呢 是不是 你的人民 應該有很多錢的 大家記得一句說話 當時香港19年的時候 爆發了反政府示威 大陸的人就說支持香港警察 就是 鎮壓了 他們還有一句說話的 大家一定要記得 我們中國14億人 你跟我們作對 一人一刀口水 都會浸死你香港 的確是 現在中國的14億人 周圍大雨有什麼問題呢 一人一口水都會喝光水 沒錯 嚴格來說 現在只是發揮他們一人一口水 飲乾長江水的問題 試一下吧 你們不試又怎知道不行呢 我們看到習近平 去到中亞 當然除了派禮物之外 當然是 要用錢去買關係 因為他們搞的這個上合組織 實際上現在就變成了一個 反西方的聯盟 中亞六國 再加上俄羅斯 這次還拉著伊朗 印度 巴基斯坦等等 那些 邪惡國家 印度這次是不來的 因為 過來也沒什麼意思 這是你們的 Party 本身中亞 就是俄羅斯的後花園 也是他的勢力範圍 而中共搞一帶一路 其實就是要打通俄羅斯的影響力 當然 兩國 現在基於有共同的敵人美國 所以走在一起 但是中間也是國懷鬼胎的 中國的動機 尤其是一帶一路的動機 當然要叫動俄羅斯的後花園 在他中間那裏搞事 想 做這裏中亞六國的大佬 所以要派錢 做大佬也要派錢的嘛 你不派錢 誰承認你做大佬呢 結果 中國現在出現 到處都有災難 災難 領導人當然不去 場面不好看 領導人要去的地方 一定要金碧輝煌 一定要奢華 一定要是很漂亮的地方 現在我們的國家主席就到了中亞 為世界指名方向 不過中國人的方向 暫時都很迷惘 習近平 就跟這些西方國家 在中國西方國家 包括哈薩克 吉爾吉斯 烏茲別克 塔吉克等等這些國家交好 也有大量的禮物 送給他們 主要 就是要跟普京再開會 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霸權 他們在記者會上說 上後組織主要加強區域安全 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 覆購歐亞大陸八成的地區 上後組織 代表了全球40%人口 其實主要是中國和印度 兩個加起來已經 差不多30億了 加上巴吉斯坦就超過30億了 然後還有 伊朗 新增的盟友 其他的白俄羅斯等等 所以你會在大陸的媒體 官方主要是報導現在主席的偉大事跡 國內的濕濕碎碎的水災 隨他吧 無所謂 反正中國人民 很熬得嘛 就算不哭也不要緊 中國有十幾億人 正如老毛所說 死三億人 我們還有11億 這個其實是不介意的 好 這次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6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趣好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 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請教授 照額 保持 請教授 否則